大家好 本專題的題目是小農時光 在報告之前讓我們先看一段30秒的影片 文山休閒農場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融入有趣的生態導覽及彩繪DIY 是親子油氣的好去處 本專題設計周邊商品 製作Flash動畫 結合農場資訊製作成多媒體網站 讓使用者以多元有趣的方式認識文山 製作電子書 詳細介紹農場內園區 專題目錄包含序論文献探討 專題設計、專題成果及結論建議 序論、研究背景 本專題以文山休閒農場為主題 運用農業傳承、生態永續、數位行銷 將農場文化永續傳承下去 研究目的 探討文山休閒農場之歷史研究經營理念 研究方法 我們實地走訪文山休閒農場多次 包含體驗、彩繪DIY、計算太大藍活動 研究流程 首先擬定主題 撰寫計畫書 經過多次的資料整合 食物設計及多媒體應用 最後加以修正及維護 文献探討 農場歷史 經由主線傳承下來的荔枝果園 在農政單位的鼓勵下 轉型成觀光果園 歷經921大地震 六年辛苦的重建 最後成功轉型成為休閒農場 農場介紹 農場內分為六大區域 分別為山訓區、童腕區、土耀區等等 未來展望 永續發展 技能培訓 行蹲設備 專題設計 網站架構分為六大類 動畫腳本設計 紀錄阿根伯接下了 照顧荔枝源的重責搭任 一直到轉型為農場的精彩故事 設計理念 運用多媒體課程所學 Illustrator 軍Web 計算機應用所學 威力導演 Photoshop 學校研修課程 InDesign App設計 將課程所學實際應用 線上推廣網站 利用Web裡建置線上推廣網站 可透過QR Code行動條碼掃描 連線至行動版網頁 可及時獲得最新消息 專題成果 網站設計 迎賓業版面的藍天綠地 代表文山美麗的景色 緩緩浮現的文山漂浮島 呈現出文山美麗的神秘氣息 動畫及訪談影片 動畫影片 以文山休閒農場的起源及轉型過程 為故事發展主軸 線上推廣 行動導演App設計 透過此App方便規劃導覽路線 同時在遊玩中了解農場故事 商品開發 台中推行大公車10公里免費 本專題團隊設計時光機 又有卡套 既美觀又實用 數位加值 現在人使用手機頻率高 以農場重要經濟來源土機為概念發想 設計賴貼圖 建議農場結合裝置藝術 利用自然元素結合藝術 融入生態環境教育 本專題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